翁仔好样的 成功解锁四强服了 而且对手实力都是不容小觑 陶天闲斗虽说状态低迷 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小翁也差点被带走 蜻蜓可是二号种子 昨天也被蜻蜓打得没脾气 而今天的五家朗总得来说 只要小翁自己不犯错误 解题办法不多 最终翁仔成功解锁四强服 马来西亚公开赛 翁红羊23比21 14比21 21比14 五家朗 两个人打了85分钟 下一轮半决赛对阵 奈良刚攻大vs林俊逸的胜者 两个都不好打 林俊逸上次赢了小翁 而且昨天淘汰了李子佳 状态火热 奈良刚攻大则是大魔王 小翁的体力也是不咋地 无论是谁 翁仔突破一下吧 第一天打陶田 小翁还是支溜打击 今天倒是挺干脆利索的 总有人站出来给我们希望 这是要回韩国公开赛 夺挂那一次的节奏吗 希望小翁敢打敢拼 立真拿个大分 不然就打不上高级别赛事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